进入北欧的第一天就是阴雨绵绵 我们沿着瑞典西边的海岸线从Malmo一路向北开 在瑞典和丹麦都有一条freedom to roam的法律 也就是说只要在你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 也不在任何居民150米的范围内 你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野营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比较随意 并没有说晚上一定要到达什么地方 但北欧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 我们在接近Goltenberg的时候 天突然就放晴了 我们就决定到附近的Gatwick Natural Reserve 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叫Lignum 路边有很多可以停车下来徒步的位置 你说这个水有多冷呢 我们今天要挑战一下北欧的湖泊游泳 问题是这个水会有多冷呢 我们下集会知道了 还好没有特别冷 还有很长的一片沙地 挺棒的 你也下来了 还是有点冷 我要先睡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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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旁边都是高耸的松树 我们在离湖不远的松树林里面找了一片幽静的地方 决定当做今晚的家 树林里面有很多小的蓝莓 我们准备第一次用车后的烧烤家 今天晚上就在户外烧烤 再煮个酸辣粉 大家烧个三五分钟 然后等这个明火烧完了之后 我们这里烧摊火开着烤 盐和胡椒腌了一天的 我们这是一块腌了一天的rum steak 哇 给你吃了冰油 嗯 它快烤好了 我等不及了 我要吃了 哈哈 怎么样 不错 刚好 嗯 嗯 exchange 中间那个输都挺好的 就是烧烤出来的那种 嗯 特别的香味 pneum 太爽了 一扫而空 还配着天边的晚霞 落日的余晖 在松树林间落下 我们吃的酸辣粉 烤着牛排 就这么一天就过去了 一会吃完之后 可以把这边拉起来 在室外再洗个澡